11月28日,胡峰,麦德罗,王维德等TVB众星 以及特别嘉宾荣祖儿出席品牌开幕活动 而荣祖儿出现更是令老板Apple姐 以及在场人员惊喜万分 当天荣祖儿身穿印花领衣成裙 淑女气质满满 看来这个Apple姐对祖儿来说不一般呢 其实Apple是我一个非常非常专进的一个 我的好好的朋友 因为从我15岁的时候 他就让我参加他的歌唱比赛 卡拉OK举办的 然后从那个比赛开始 我就展开自己的银色的旅途 所以今天他再一次 开幕他的卡拉OK 我觉得一定要参加 恭喜他 给他一个就是一个恭贺 问吉祖儿有否想跟Apple姐这样从事商界发展 她却说自己不是一个很懂得从商的人 我觉得每个人有一个天分已经很好了 上天是非常非常的公平 我自己觉得经营自己这个事业已经非常的花时间 然后我有时候大家会觉得 荣祖儿蛮有生意头脑的 因为他可能他拿上手的东西都会成为非常受欢迎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就纯粹是真的真心分享 而不是做生意的那种方向 如果真的要祖儿做一个生意 不知道祖儿会选择什么呢 如果真的要我做一个生意 我会觉得美容的生意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女生都爱美 而且在这么多年来 我自己对美容都有一个心得 从护肤品啊去按摩啊去做Facial 然后到怎么去保养啊饮食啊 我都会有心得 但是我最想设计的一个机器就是 卡医生就可以把妆化了 卡医生就可以把那个妆卸了 那就太好了 尤其是今天自己化妆 我就觉得太讨厌了化妆 所以我就希望那个产品 可以立刻的发明了 听过祖儿这么说后 大家都开始有点期待了呢 同场的麦德罗以及王维德表示 希望能在家里卡拉OK多练歌 以及教导一些新人 现在我们的生意搞多了 这样才再说了 开个卡拉OK 因为我们准备了有开演唱会 所以一定有 弄一个卡拉OK来练练歌 录音 这里有录音啊 有唱歌啦 来吧 还有一个卡拉OK房 有点重力 有点重力 都在一个李环 有点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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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卡拉OK房 中文字 通订 gives